张明先生透过他那种标准的客家腔调 将客家历史八音的介绍传唱及民间共事 提供给每位听众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 也能够让大家喜爱客家语言的温柔 这次张明先生的得奖是十字名归 我们期待将来有更多有专业有才能的人士出现 继续传承我们客家化的精髓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他的影片 特别贡献奖张茂龙先生 一名张明 那真是太荒谬了 怎么会有人用客语做广播呢 我一辈子没听过 我那时候介绍广播 我就回想到我当初到台北的时候 客家人受到排斥 不敢讲客家话 我自己在想 好 我现在既然踏入了温柔的广播剧了 看能不能恢复我们客家人的自信性 我不愿意在人的前面台不及的 从业超过半世纪的张明先生 专心制作客语节目 以客家生活 客家习俗 以及历史介绍等内容 让客家的声音 能够透过各地广播频道放送 让听众更能深入了解客家文化 有说不完的话题 永远有新的点子可以丢出来 张明老师的客语底子很深 不管文读白读 他都能够应用自己 我不敢说他第一 但他称第二 大概也没几个人敢称第一 曾经有人跟他说 做客语广播没出血 听到这句话 他很伤心 但也激起他内心的不服输 街道的工作 只要不能用客语播出 他都一律拒绝 于是张明先生在公家机关服务之余 坚持假日到电台做客语播音 而且是风雨无阻 他很认真 他做节目事先的准备 节目之后 他还会反复地去听自己的节目 给自己做调整跟修整 在广播工作的那种投入 还有那种用心 已经很值得让我们后辈学习 已经年过八十的张明先生 仍旧活跃于广播频道 从客语广播先驱到现在 仍然时时充实自己的内涵 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潮流 张明先生对广播的热忱 不但提心勉励厚劲 也透过制作高品质节目 回馈相亲 实在是广播界的标杆典范 张明老师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 金钟奖特别奖的 第一个客家子弟得主 让我们欢迎今年特别贡献奖的得主 张茂龙老师上台领奖 同时在旁边陪同还有他的夫人 张古美琴女士 在这边我们也邀请文化部部长 李远先生上台来为我们进行颁奖 恭喜张茂龙老师获奖 再次掌声给张茂龙老师 张茂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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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演員對我們幫忙和支持 還有最愛感謝的 最緊張獎的評審美人 對我們認聽 所以我們能夠得到獎 當然獎獎 雖然獎獎得到 但是獎獎所有堅持從事 獎獎說無私人的朋友 是我有件動態的鼓勵 书閆也感謝獎獎的補名 其中將獎獎讓我回答 請獎獎給她一人掌聲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 鸡啊 可以说 同学做盘的 行业将军 班师基 很有 对我们的支持 与鼓励 是让我们专业 动员心机 来从事与这种 共亡的工作 感谢我们 一路向来 帮忙的支持我们的 军演将亚维历 总维执行上 承办董事长 将身奉 港学天台的台长 还有 加贵建筑壮 以及港学天台 全体的同事与你们 愿意的真好 生命与你们 我非常爱你们 同言 谢谢大家 我从事与共博已经五十多年了 虽然说做共博是很困难 不过我亲自来美国做事 做共博最主要就是要耐心和安心 同时要继续来重新设计 多关注多吸收知识 是在做节目的时间 我们能够将节目做到非常丰富 以后再设计 希望在你学家的好生体制 尽量来参加 学家与与传播工作 将在你学家的云言 能够传到全世界 不管哪一个国家 就贪在地 多久后 我来与你的相亲 来与社交 感谢大家的支持 同时 我来与传播你的相亲 平安健康 安福家 生命你 多謝 多辣 安治歇 感谢阿西达 谢谢